消委會說,長期接觸員可能損害神經系統和影響腎功能 建議孕婦和威捕母語的婦女要特別小心 避免使用有問題的眼影 無線電視記者,龍慧玉報導 華人事業主席劉聯雄和雙人羅 結成涉嫌以二千萬 賄賂前澳門運輸公務司長歐文龍 案件原定今早在澳門初級法院開審 不過法官因病缺席 案件押後到明年一月審理 簽前名在澳門報道 案中多名被告和他們的代表律師 招早到澳門初級法院應訊 雙人羅結成都有出席 他的代表律師上庭之前表示對案件有信心 華人事業主席劉聯雄的代表律師就說 劉聯雄暫時不會出席聆訊 至於前運輸公務司司長歐文龍 就被押送到法院以證人身份出庭 不過法庭書記就表示 合議庭主席高麗絲因病缺席 案件要押後到明年一月七日審理 澳門終審法院早前判歐文龍受賄 和洗黑錢罪名成立 他涉嫌受賄之後 批出澳門機場對開的五幅土地 即是華人事業旗下的樓盤 玉海南灣所在的地方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早前表示 已經啟動程序收回那五幅土地 而華人事業主席劉聯雄 和商人羅結成也都被檢控行賄 和洗黑錢的罪名 華致上個星期發通告指 八月底曾經向澳門行政長官 就玉海南灣項目的地皮轉讓無效一事 提出異議 但仍未收到回覆 華致有決定會聯同一名 遇海南灣的買家向澳門法院提出上訴 無線電視記者占潛穎在澳門報道 反美浪潮蔓延到印尼 在首都雅加達 美國大使館外 幾百個反美示威者和警方衝突 示威者在大使館門外 焚燒美國國旗和雜物 又向在場戒備的防暴警察 扔石和汽油彈 警方施放催淚彈 最少一個警察受傷 示威者是不滿一套涉嫌侮辱伊斯蘭教的美國電影 電影引發的反美浪潮已經蔓延到超過20個國家 東歐國家摩爾多亞有幾千的民眾遊行 要求和輪郭羅馬尼亞合併 在首都基希纳烏 示威者揮舞輪郭羅馬尼亞的國旗高叫口號 要求兩國合併 主辦單位說 遊行有至少8000人參加 高分人來自羅馬尼亞 有示威者說 兩國合併是被摩爾多亞加入歐盟和北角的最快途徑 有助發展和歐美國家的關係 不過反對合併的人士就認為 兩國統一之後只會激發社會種族矛盾 並且帶來更多經濟問題 摩爾多亞位於東歐 羅馬尼亞和烏克蘭之間 曾經和羅馬尼亞統一為一個國家 兩地同民同宗 但是到1940年 當時的蘇聯將摩爾多亞和羅馬尼亞分割 直到蘇聯解體之後 摩爾多亞在1991年宣布獨立 改名為摩爾多亞共和國 並且成為獨聯體成員國 摩爾多亞境外缺乏擴產資源 國外外投資不足 再加上政局持續不穩 都拖累經濟發展 並且大幅落後於羅馬尼亞 目前仍然是歐洲最窮的國家之一 雖然羅馬尼亞在金融海嘯之後 經濟復甦緩慢 但是相對於摩爾多亞 國內天然資源較豐富 最重要的是 羅馬尼亞在07年加入歐盟之後 吸引了不少外來資金 這種種條件都令到不少摩爾多亞人 再次重現兩國合併的願望 無線電視記者張樂行報導 颱風三巴在南韓登陸之後 繼續向東北面移動 三巴為南韓多處帶來大風大雨 廣州有大樹被吹到連根拔起 濟州島岸邊亦都崛起大浪 當地航班全部停飛 受到三巴影響 南韓有超過五萬戶沒有電力供應 千多人要疏散 南韓總統李明博指示各地部門 做好應變同舊再工作 各位新聞報導完了 再見 日報告 何道騎中 拍攝 二層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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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層 拍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